我听说奶奶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论书改变命运 这孩子她也听话 她还是都下定决心读书 我们听听三位老师的建议吧 你说你们是插鞋家族 如果模拟一下 你们会怎么勸冬哥插一双鞋呢 我就在这边不小心路过 不是 哥哥你插鞋吗 我没准备要插呀 你鞋已经全是灰了 你可以擦一擦 我这个其实昨天刚买的呀 刚买的鞋可以拿来保养一下 刚买就保养 那太浪费钱了呀 新鞋才要保养啊 你越保养你的鞋子 就不容易烂呀 就不容易坏呀 那我才买第二天呢 就是我们一般都是新鞋拿来保养 你第二天已经迟了 我倒是没有被她的理论 但是她那个清澈的双眼 一闪一闪的让我觉得动容 这一家人你看 他们谈很多的东西 面上的表情 都没有刚刚那么明亮 真的我能够理解 为什么他们弟弟说 我们是擦鞋家族 就是你看他们谈到擦鞋的时候 眼睛是明亮的 是光明的 他们会觉得这也是一条深路 是他们能够不怕脏不怕累 然后这一个家族 能够让自己走得很稳的一个基石 他们擦的是鞋 走的是脚下的坚实的路 其实我觉得对奶奶而言 她实践了一个真理 就是我们那句老话 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擦得了鞋 就走得了未来 一位民事里的奶奶 和三位懂事的孩子 奶奶六十岁 去承担三个孩子的成长 真的我相信 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人 可以这样做到 我们没有去求别人的施舍 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挣到我们生存 应该有的那个条件 可能我们会在一种苦难的生活中间 我们觉得自己是生活的受害者 不是 所以是奶奶给你的 最重要的价值观 也许可以照亮你们的一生 感谢奶奶 为我们的国家 培养了积极向上正能量的 三个好玩儿 谢谢奶奶 谢谢大家